这位被打倒的不是别人 正是日本踢拳界鼎鼎大名的踢墙高手 就连日本的佐藤佳阳和磨砂斗都要让他三分 他就是日本踢墙高手捕捕红松 这场比赛是我们中国散打名将郑军锋日本客场作战 这场比赛之前大家都不看好郑军锋 因为他们的实力和地位还有明气差距非常大 很多人都说郑军锋挺不过一回合 好的话不多说 我们看一下这场精彩的比赛 在看比赛之前 麻烦大家用发财的小手点点赞 祝大家每年都赚一百万 今天带大家看的这场比赛是在2017年7月16号日本东京 这场比赛是60公斤级别的比赛 中日对抗赛 日本选手是补布红松 我们中国选手是郑军锋 郑军锋是红防选手 补布红松是蓝防选手 补布红松他是非常有实力 他是三冠加深的高手 他曾经获得2014年Crash 60公斤级别的冠军 2014年ISKA世界冠军 2015年K160公斤级别冠军 所以说这场比赛 赛前大家都是比较看好补布红松 因为郑军锋无论是名气实力各方面都跟这个补布红松有很大的一个差距 这场比赛本来是由我们中国选手恐龙对战 然后因为恐龙他赛前受伤 所以说只能由我们中国选手临时替补出战 郑军锋他也是临危受命 在比赛前10天的时候接到比赛通知 然后这也意味着郑军锋要在10天内降重10公斤 但是对手的实力确实非常强大 然后所以说他赛前不被看好 但在比赛完之后 大家对我们中国的散打冠军郑军锋是刮目相看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飞溪 技术也是非常全面 这场比赛也是中日对抗赛中比较经典的一场比赛 这场比赛郑军锋他是代表勇士的荣耀 然后VS Crash中日搏击对抗赛 郑军锋他是WLF武林峰2020年超级新人王金腰带 以及IPCC中国区金腰带的拥有者 所以说郑军锋他不仅是参加自由搏击 还参加综合格斗 其实我们中国选手跟日本选手 打过很多场精彩的比赛 像徐岩和长岛熊一郎 徐岩和长岛熊一郎 那场比赛是在2009年 然后徐岩也是到日本参加Q1 对阵日本的伟娘长岛熊一郎 然后长岛熊一郎他是正儿八经的职业拳手 实力非常强 熊一被当作小怪来刷 结果徐岩给长岛熊一郎上了一课 直接是把长岛给Q了 这场比赛补布洪松 他肯定是想把郑军锋给拿下 因为在他的日本的主场 然后台下的话也是有很多的日本观众 好的第一回合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了 还剩下15秒的时间 刚才一个扫梯没有打到 高草上头非常漂亮 好的转身的边拳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郑军锋第一回合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其实有时候客场作战对外国选手来说 是非常的不公平的 因为很多就是表现好的话 台下的话也会有虚声 像我们中国以前张伟丽去美国打比赛的时候 然后可以看到第二回合 直接是把这个补布洪松来了个独秒 非常非常漂亮 张伟丽和梅鲁罗斯二番战的时候 张伟丽就是听到虚声 然后很多不友好的声音 其实打完那场比赛之后 张伟丽在美国乃至世界各地都是非常受欢迎 因为他们能够感受到张伟丽 其实他的人品各方面都是非常的好 在这个格斗的擂台上 想要别人尊重 就要用拳头去说话 去征服所有人 不光是对手 还有台下的观众 可以看到 郑军丽现在已经掌握了比赛的节奏 适应比赛的规则 郑军丽是发起猛烈的进攻 可以看到现在补布洪松虽然说他是进攻比较积极 但是他内心还是比较虚的 因为从开始到现在 他已经了解到对手郑军丽确实是不容小觑 其实他是不敢大举反攻 然后他是怕郑军丽找到他的破绽 现在郑军丽他的表现十分的亢奋 底下也有我们中国的观众为我们中国选手郑军丽加油 好的一个扫梯 可以看到长盛用扫梯 扫梯他的距离太远没有把控距离这个侧踹腿 打的是非常漂亮 后手重拳 我们可以看到发起猛光 想一举拿下这个日本选手补布洪松 被打的是非常非常狼狈 好的联系的重拳 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好的后手直拳 勾拳摆拳 又是一个扫梯 可以看到我们中国选手郑军丽他的攻击距离是比较远一些 现在这个日本选手他是有些上头 因为是在他的主场 然后其实他的优势非常的不明显 好的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现在是他们第三回合 也是决胜局 看一下这个日本选手补布洪松能不能逆风翻盘 应该是够呛了 完全是被我们中国选手郑军锋压制 现在郑军锋他的比分要优于他的对手补布洪松 所以说这个日本选手想找回场子 应该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然后这个时候他也有点急眼 向郑军锋发起猛攻 郑军锋也是胜拳在握 面对这个补布洪松他的猛烈进攻 他是一点也不处 因为郑军锋是练义散打出身 所以说他的侧拽腿 然后还有拳法都是非常不错的 其实这个日本选手补布洪松 他也有压力 因为他是这个踢拳界的老大哥 然后被这个我们中国的搏击小将 打的是毫无还手之力 底下有很多的日本观众 他的朋友他也是面子上有点挂不住的 底下不知道我听的好像是轻一个 怎么会有这样的声音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日本选手再次被打倒 现在比赛时间已经不多了 现在郑军锋他只要是稳住 然后就可以了 不被对手打倒 我的后手中拳 也是奔着KO这个补布洪松去的 高草进攻 来回多闪 漂亮 这个日本选手想通过搂抱来休息一下 比赛还剩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双方也是拼尽全力 日本选手有种拼命三郎的感觉 虽然说是他的主场 但是裁判的话也不会瞎胡闹 好的 顶息 也来个飞息 其实比赛规则当中可以用洗法的 上次 王彦龙 波球来我们中国打比赛 打K1规则 然后就是 因为洗法 就是非常耗时间 耗了三四十分钟 观众都是买了票去的 非常的上打压的心 好的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了 双方都是拼尽全力 刚才又是来了个飞息 摆拳 漂亮 好的 比赛结束 我们看一下裁判是怎么宣布这个比赛结果的 我们中国选手去国外打比赛 达到判定的话很容易被黑 看一下郑军锋 会不会有同样的遭遇 好的 现在裁判宣布比赛结果 恭喜我们中国选手郑军锋 赢下这场比赛的胜利 没有任何的悬念 非常漂亮